廢哥你好 Chris你好 我想問你以前小時候 是看什麼卡通片的嗎 很多的 據我的童年回憶 有叮噹 有IQ博士 又有無面超人 最突出的一個就是 雅童木 雅童木是你的年代嗎 當然啦小飛盒雅童木 那是不是這隻公仔 沒錯 就是它 今天Arsviff 跟雅童木有一個 Cross Over的標本 這個盒子非常漂亮 真的很大 原來買這隻標 是送一個金屬來的 這隻很聚首 這個如果你只看畫面 你以為它是膠 但是它是一個金屬的模型 很漂亮 阿童木 英文是否叫Astro Boy Astro Boy 很好聽的 Astro Boy 我知道這裡是可以噴火 然後飛 對 在它的腳底下 就是一個噴火 但是這個版本的腳底 是一個Limited Edition 的版本 連公仔都限量版 Limited 其實對於 Arsviff 這個獨立牌子來說 其實都不是什麼新鮮事 例如這隻標 是否也是一個限量版 沒錯 這個限量版 它不是粗製攬造 只是做70隻 大哥 你想著它賺很多錢 70隻 你可以想到它賺到多少錢 一個標款做70隻 真的很少 我形容一下 介紹一下 這隻標的一些配置 我這樣看下去 是一個Cushion 型的標殼 是不是 Cushion 型的標殼 但是內圈就是圓形的 圓形的 圓形標 但是Cushion 型標 我看到 那個標殼 是有些切割的 主要 旁邊部分是拉沙 正面都是拉沙 就是旁邊有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切割斜設位 做了一個拋光打磨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版本 阿同木的Arsmith Crossover 它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時分針設計 就是兩隻手 鐵碑小飛合 阿同木 就是兩隻手做了時分針 輝哥 你不如幫我們示範一下 如何操作 看看這隻手 如何動作 我試一下 好 順時針 嗚 當去到這個9.9 的時候 現在是幾點 是最漂亮的 現在是9.9 我真的好像前面伸出來 做書展活動 最有美感的就是9.9 這個位置 是呀 可以再動 是嗎 12點就沒有這個字 因為它的頭髮太厲害了 就刺了 所以用了兩點 是不是夜光來的 是呀 很厲害的夜光 我們試一下那個夜光 好 先回到這個9.9 給觀眾再看清楚 都是不錯 嘩 是不是很可愛呢 9.9 我覺得整個造型都頗有神髓 我覺得跟公仔很相似 很有神髓 公仔很可愛 讓我拿一支夜光 紫外光燈 試一下那個效果 嘩 夜光是否可以 很棒 發光的Number Z 很厲害 是呀 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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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光的對比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它的手 如果它做了夜光 就變得很怪 它只是Number Z 只是那些字體 是夜光 其他的公仔 就不需要做到夜光 這條帶 我覺得都頗漂亮 黑帶 好像別人的 它開了一個洞 好像是賽車的感覺 真的 好像軚盆 這隻 這隻 是呀 也是 襯得很好 後面是否是物底設計 是 物底設計 是呀 都是用瑞士機心 然後跟一個R Smith 很實淨的一隻 蝴蝶扣 是 輝哥 這隻標 貴不貴呢 它的定價不貴 只是兩萬頭 很公道的價錢 但只有七十隻 它是整套包裝的 不錯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號碼 現在我只剩下一隻 這麼大把 對這隻標的興趣朋友 可以來到尖東的永時鐘標 去到選購 好 那 要不要我再給大家看 多看一隻公仔 其實我覺得我的公仔很漂亮 其實這隻公仔 如果去買 需要幾百元 這些公仔 不可以 可能不可以 這些不是普通的公仔 這些超合金的公仔 特別是過千 千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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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為是一二百元 淘寶貨的 不是那隻 就是這個 是呀 Go Astro Boy Go 是呀 就是這樣 好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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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